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 为大家提供的PAP视频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9章Sync PAP Skill连贯操作 那么连贯操作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呢 其实已经用到过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的去详细的来探讨这个连贯操作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啊 第一个要点就是连贯操作的路门 好 那么我们先打开这个在控制器打开user controller 然后呢先把它呃代码太多了 我们先全部被把它给删掉 删掉呢 我们首先呢先打开loadhost的啊 是一个空的 OK 然后呢我们还是老办法就是一个大M 然后呢写上这个数据库名 好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来打开 那指向的时候呢 先把所有数据呢 我们全把它呃全部给展现出来 好我们刷新一下 一共目前有五条数据了 这是我们上一次后来又添加了一条数据 好 现在呢我们想我们只选出这个 我们只我们看一下这边啊 我们只搜出这个前面四条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去做啊 做个位啊 这个就是一个连贯连贯操作 我把这个呢只要改成我们自己的比如ID大于二 好 那么就说第一条会被省略掉 后面四条呢会呃大于一吧 后面四条会显示出来 那么后面四条显示出来之后呢 我还要让他按照这个时间来排序 那么又是一个连贯操作 那么这个连贯操作呢叫order 那么只要写上desc啊 刷新一下 OK 那么这样子的连贯操作呢 嗯 就把他们的呃排序呢 给颠倒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连贯操作 我们让他只显示前面两个 那么写个二就可以了 刷新一下 OK 那么这三个呢 就是最基本的连贯操作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个select呢 最后这个呢不是连贯操作 其他都是连贯操作 因为这个连贯操作呢 最后实现这个方法之后 之后返回的还是user这个this本身 所以他可以实现连贯 所以要把select呢 放到最后去实现 好 如果你不习惯这个连贯操作呢 你还可以通过数组的方式 把参数传给这个select 也是可以的 我们试一下 好 我把这块呢 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那我把前面的连贯的东西呢 我们就全部去掉 然后在这里呢 做一个 我们可以这么做 叫way啊 直接指向谁啊 嗯 指向一个 这个 A-R-A-Y ID等于1 好 我们看一下这样对不对啊 刷新一下 哎 ID等于1 对的 好 然后呢 可以给他再加 你这边加个逗号 叫order order order呢 然后呢 这边写上一个 这个叫什么 你可以写成数组形式 数组形式可能会更好一点 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 还可以里面再加数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 嗯 在这里 首先是个ID 然后再指向 哎 还可以再指向 为什么还可以再指向呢 我们可以写上那个表达式格式 比如说这个 这个 NEQ 1 好 把后面的删了 我们运行一下啊 这个我就写的扩充了一下 就复杂一点了 刷新一下 哎 就变成ID不 啊 ID不等于1的 而且这个呢 还加了一个单引号 这就是结合了我们上一节课的知识啊 可以灵活运用 那么就是这个括号多了点啊 所以你要计算一下 这是第一个 对吧 那么这是第 第二个 那么就要在这里 你给他加一个 逗号 好 是吧 然后再点到order order呢 我们就这边就直接写了 叫desc 好 刷新一下 看看 刷新一下 好 排序 534 好 这是按照时间排序 不是按照ID排序的 好 我们再加一个逗号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想一想 limit指向2 好 那么这种写法呢 其实 你看哦 里面比较复杂的时候 其实啊 就比较乱了 对不对 还不如写上这样子的 比较清晰 自己写自己的 那这样子也是53 这两条 那么这边的 也是这样子的啊 scale语句是没有变化的 这是第二种形式 素组的形式 那么 下面呢 它还有一个就是cuid的处理 那么cuid呢 就是数据库的真山改查 那我们会在 下一章的课程中呢 我们去重点介绍 那么这边用了两个方法 我们就试一下吧 好 我们先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这个scale 然后呢 我这边什么都不写 就留第一个吧 把这个id大于1呢 改成id等于 等于5 然后 等于5之后呢 我这边应该也要让它显示出来的啊 也要让它显示出来 好 刷新一下 就第5 那 呃 这个是等于5 呃 我们要实现这个方法的话 你还不能写等于5 我们就实现的 1 呃 id in 1234 好 这样可以吧 这样四条就全出来了 四条全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这个select 我们就用个 啊 find 啊 好 寻找 好 刷新一下 哎 你发现只显示一条 为什么呢 它永远只显示一条数据 啊 永远只显示一条 但当然你显示哪一条 它可以通过参数去控制 那么这个呢 我们到到那个cuid 我们就是专专门去讲 那么这边我们就不去多讲了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下面呢 是一个删除的操作 那么删除操作的话 我们就直接的啊 delete就可以了 那么删除操作的话 我们就把第5条删掉 我们看看对不对啊 id等于5 看看能不能执行 好 刷新一下 呃 delete id等于5 啊 没有打印数据 所以是看不到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 我把上面刚才的这句话 我们再复制 粘贴一下 就不要这些了 好 不要这些 看看第5条 是不是删掉了 我们发现第5条已经没有了 就已经删除成功了 好 跟删仔 呃 这个cuid呢 我们放到下节课去详细探讨 这边只是刚才演示了一下 OK 系统支持的连贯方法呢 有这么多啊 呃 我们真正常用的 其实还是那么几个 当然 有些带新号的呢 是可以多次 多次啊 注意啊 带新号的这些 是可以多次调用的 比如说 为啊 怎么怎么样 呃 然后再加一个为啊 是可以的 那么其他的是不行的 那么 本节课没有讲到连贯方法呢 还放到其他章节啊 去讲解 所以呢 并不是一个 所有的都会讲到 好 还有一些呢 是呃 基本上用不到的 我们就不去讲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来看前几个 第一个呢 是为啊 为啊 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所以我这边 稍微再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是为啊 是最最常用的 对吧 好 比如说 id等于5 这是以字符串形式的 我 哎 哦不对 id等于1 那我们上一节课 其实已经探讨过 你这么写的话 其实 而是不是特别推荐的 所以我们推荐的方法是 map id 等于5 然后把变量放进去 是最推荐的 好 或者里面直接写素组形式 啊 呃 不对 等于1 好 然后呢 这边就会 呃 加了两个单引号 OK 好 下面一个啊 多次调用啊 多次调用 那这个呢 我们比较容易了 首先id等于1 然后并且就是user等于蜡笔小心 好 这样也是可以的 刷新一下 还是第一条 呃 user等于蜡笔小心了 这个id等于1就没有了 是吧 呃 是应该是可以多次调用的 我们看一下 这第一个 这第二个 那么我们这里的第二个呢 把第一个呢 给覆盖掉了 那么第一个 你就必须使用另外一个啊 注意啊 要使用另另外一个变量了 通过两个不同的变量写进去 才可以实现啊 我们看看 才可以实现两个where都 有效 刷新一下 大家注意了 这边说id等于1的 user等于蜡笔小心了 说如果直接写的话 前面会把 呃 后面会把前面的冲突 那么如果声明了一个变量的话 大家变量都不同吗 那么就会怎么样啊 啊 就会不冲突了 ok 这是我们的way啊 我们下面再来看order order就比较简单了 order id 呃 这个 这个desc啊 正序或者倒序的方式 我们直接的复制 这个 把它改成这个order 那么我这边直接写 id id desc 好 刷新一下 从4321 对吧 4321 那么 还有这种形式呢 是采用的 呃 数据 防止字段和myscale冲突的形式 给这个id加上单引号的意思 我们试一下 那么 这个里面呢 可以加上a-a-y 那么 id指向 d desc 好 这个时候 刷新一下 虽然没变 但是这里有点变化 给他加上了一个单引号 好 给他加上一个单引号 那么刚才上面呢 还有第二排序 那么这个排序呢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这边说一下 什么情况下 需要第二排序 比如说id等于dnc email呢 也要一个dnc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好 刷新一下 是这样子的 那么 如果按成绩 成绩表来排序的话 它就有意义了 比如说第一个代表语文成绩 语文成绩按高到低来排 就按这么这个来排 排的时候呢 你发现按高到低来排 很多人的成绩是一样的 比如说都有90分 有三个90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排 我们怎么来区别他们的 哪个更好一点呢 那么就排数学成绩 按照语文成绩排好了之后 按按照数学成绩 再按它的高和低 这样子的话 第二排序就就就就有意义了 但是我们这个按id再按email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注意 好 下面一个fail的 这个方法呢 返回和操作 这个指定的字段 可以用于查询和写录操作 我们这边直接直接写上一个fail的 好 在这里呢 写上iduser 只返回这两个数据 之前是新号嘛 对吧 刷新一下 这时候的话 这边就会有个iduser 然后呢 然后这边只返回这两条字段的数据 这还是比较容易的 它使用频率也相当的高 然后下面是使用scale函数和别名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统计一下 统计的id总值 然后把找出 再找出user 其实这个user没必要找了 他找的话也能找一个 所以我们试一下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统计 上id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好 总和是10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写 写个别名 可以创建个别名 好 下面在下面是scale语句 scale语句 下面一个 使用数组参数 结合scale语句 那这什么意思呢 好 首先呢 你要先使用个数组 我们试试看 使用数组的话 就是直接用的 a-r-a-y 比如说id 比如说user 这样没问题吧 跟刚才是一样的 iduser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可以使用什么 内置的 mysql内置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可以取这个字段的前几位 我就从左边 取前三位 然后呢 就可以了 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然后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 这边就变成leftuser3 然后蜡笔小 就三位嘛 对不对 好了 然后他也可以 as count as 这个left 好 leftuser 可以改变一下别名 这边就改变了 那么改变别名 还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别名呢 可以通过这个数组嘛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指向啊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怎么 是直接指向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边去掉 把这个去掉 直接指向 这个谁啊 就是leftuser 也是一样的 刷新一下 没有任何变化 而且他还单独给你加了一个单号 更好 所以推荐使用这种方式 好 下面呢 这个failed呢 如果要获取所有数据呢 是加个空就可以了 布置 里面什么都不填啊 就是一个空 就是一个信号 默认就信号 或者你自己给他加一个信号 也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变化 好 下面一个用于写录啊 用于写录 那么也是我们 增三仔改查里面 我们会用到 那么这边了解一下就行了 现在还用不到 比方说 我只用到user gmail 然后呢 我们写录啊 这个是创建啊 创建一个 跟三改查 用于验证的时候 那么现在呢 没了啊 OK 看不出效果 目前来说 好 再往下看 再还 再往下 我们再看三个啊 第一个limit limit比较简单 limit呢 可以有两种方法 可以有两种写法 第一个呢 只写一个 只写一个呢 就代表它有多少位 比如说两位啊 只显示 只显示两条 就是两位 那么还有个呢 就是分页的用法 那分页的话 就写写两个数字 比如说 0多号2 这个后面这个2呢 跟这个2是一样的 就是显示多少条 这个0呢 代表什么 这个0代表从第几条开始 那0代表从第一条 所以第一页就是1 2 那么第二条呢 从第二页开始呢 就是2 为什么是2呢 这个2代表第三条 第三条啊 三四 好 那么第三页呢 就必须写上4 就是从从这个 第五条开始 就是加1嘛 五条开始 但是第五条已经没有了啊 OK 那么 虽然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混淆 又是0 又是4的 那么SyncPAP呢 又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方法 叫patch方法 是专门用于分页的 那这个呢 就非常非常的好用了 好 比如说第一页 后面这个2呢 是一样的 显示两条 那么第一页呢 就写1就行了 好 就第一页 第二页呢 就写2就行了 好 第三页呢 就写3就行了 并不需要你啊 并不需要你怎么样啊 你要计算 你不需要你计算了 对吧 第一个是页码 第二个呢 是条数 就可以了 OK 今天看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table方法 table方法呢 是用于数据库 表的操作 那么默认情况下呢 是当前表 那如果你想切换数据表 或者多表查询的话 那你就需要用到table 首先呢 我们来切换一个表 来试试看 默认是user表 对吧 那么我就切换了 叫table 然后在这里写上 sync info 这个表是不存在的啊 好 然后呢 这边就变成info了 就不是user了 对不对 OK 这第一种写法 那么还有种 叫做获取简化表明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边写个 两下滑线 user 再两下滑线 这什么意思啊 好 我们刷新一下 你发现这边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sync user 那这什么意思啊 好 这个是简化了表明 如果你们要传表的话 比如说sync info 那么我只要传这个info的大写就行了 我们试试看 我只要传这里的info大写就行了 刷新一下 你看这边就是sync info 小写不行 好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 小写是不行的啊 OK 下面一个叫多表查询 那么这个比较简单了 我们试一下 可能没有功能啊 可能没有什么功能 只是为了把这个scale语句给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的表是不全的 好 A点上id 逗号 B A点上user 逗号 B点上id 逗号 B点上user 这就是双表 然后呢 指向谁啊 指向 我们这边就写一个user a 逗号 info a 好 就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双表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 a.id a.user b.id b.user 然后sync user a.sync user sync info b 是吧 sync info b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使这个关键字冲突 那我们啊 后面关键字冲突 就是没有加引号 可能会识别成 这个myscale的关键字 那我们可以把它 做成数组形式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看一下 只要是改这边 前面不动 好 前面不动的话 我们这边就这么写 呃 写上这个sync 当然你这个地方就不能用这个两个下环线user之类的方法了啊 就必须自己直接写了user指向这个a.do号 sync 这个info 指向这个b 好 本身是这样子 对吧 好 刷新一下 变成这样子了 当然加上了这个单引号 对吧 OK 那这样子的话就更加推荐了 好了 剩下来的呢 我们就放到下一节课去讲 还有这么多 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瓢城web俱乐部 ycgoo.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导师 脸辉 谢谢大家 再见